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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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光臨TOKOBA帥哥一生 上個禮拜我發生了以前非常悲慘的事 挽個腰剪個東西 居然閃到腰 我25歲而已 怎麼可能會閃到腰呢 自己講得很心虛有沒有 而且我也常常在運動 很多人一定也會跟我一樣喔 可能你動不動 動一下 你就可能扭傷拉傷 到底扭傷拉傷 該怎麼及時來處理 貼貼布到底有沒有用呢 今天醫生就會跟我們來分享喔 也歡迎所有粉粉們呢 有相關問題 趕快上ETnews分享云 趕快提問喔 醫生都可以立刻幫你解決 也麻煩大家 把手機拿起來 按你的左下 是左下角對 左下角有一個分享鍵 幫我們分享出去好嗎 謝謝大家 然後呢 今天本節目非常的貼心 為大家準備了一個興奮劑 歡迎馬甲線女神夏語心 你好 有沒有很興奮 女神耶 我今天是來看帥哥的 女神你這樣不對喔 我們是要看你的馬甲線的 不好意思 今天穿太多 今天穿太多 我都比你少了 真糟糕 怎麼這樣子啊 這麼辣 因為你要來我一定要跟你比的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好的 接下來歡迎本節目的 帥哥醫生 歡迎思考特醫師 好 接下來本節目的 扛把子 陳志佳醫師 大家好 陳醫師 好的 好的 那我們今天呢 也有關拉傷 還有那個扭傷的問題 我們來回答一些問題 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樣 好不好 到底該怎麼解決 該冰敷還是該熱敷 這些都是嘗試 也必須要知道的 好 請大家幫我們舉牌一下 啊 對了 先大家 麻煩大家幫我們分享一下 拜託 立刻 好一定要立刻 好不好 唉唷 史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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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醫師你史定囉 你怎麼沒有戴手機 沒有戴手機 沒有戴手機 好啦麻煩大家 好了嗎 好了 可以 OK 好 那我相信 大家可能也會 平常拉傷扭傷 第一想到就是貼貼布 待會我們也會告訴大家 怎麼正確的使用貼布 好 請三位準備囉 第一題 扭傷拉傷的當下 一定要馬上冰敷 對不對 請舉牌 唉唷 三位都說對 欸 雨昕 妳平常跳舞的時候很容易 不是因為我本身有學跳舞 然後我在大學的時候 我們有修過就是 關於運動傷害跟解剖學的課 跳舞也要學解剖 不是假的 而且我剛剛工作人員說 妳幹嘛學解剖學啊 可是 對啊跳舞耶 不是因為舞蹈有的時候會用一些 妳平常不太會用到的小肌肉 喔 對 那妳學解剖學的時候 可能就是 喔知道這個肌肉叫什麼名字 妳知道大概在什麼位置 對 就知道怎麼去運用它 所以妳們以前常常跳舞也常常受傷 對不對 一定的啊 扭傷拉傷 這是很正常 基本款 對啊 或是因為妳可能 可能在表演的時候 突然一個跳 然後一落地就 啪 就扭到 可是怎麼辦 妳在表演 那已經立馬腫起來了 立馬腫起來 可是沒有辦法妳還在表演 就是 妳沒辦法只能咬牙 很痛妳還是要點腳 然後 妳這樣子結束之後 就是變面姑 腳就是這麼大 好可怕喔 可是妳沒辦法 當下妳只能忍啊 不然妳不跳嘛 對 因為妳還在表演 敬業 女神 我也很敬業 拍拍手 太好了 但是呢 一開始 大家 兩位醫師都覺得是屏服 對不對 是考特醫師 所以 只要有扭傷 拉傷 那如果說像我閃到腰 也是要冰敷嗎 喔 腰就比較不適合 喔 腰不適合 所以 你的扭到是關節嗎 呃 通常啦 腳踝 扭到拉傷 當下會有一個 紅腫熱痛的反應 對 例如說 剛才余欣說的嘛 就是會腫起來 會很痛 會熱 有這種情況的時候 通常代表它有個發炎的反應 對 而我們這時候給它冰敷的話 一來可以止痛 冰了就麻麻了嘛 對 二來它可以消除發炎 讓發炎不要那麼厲害 對 所以它適合 但是我們一般 扭到腰的時候 不會有紅腫熱痛的反應 對 你只會痛 對 你只會痛 但是你不會紅不會腫 不會熱 那所以它比較不是一個 這種發炎反應的問題 所以這個時候 如果冰下去的話 有一些人說 喔 更不舒服 它會讓整個肌肉緊繃起來 喔 真的喔 這是一些病人的反應 所以閃到腰不能冰敷就對了 有些人會覺得很不舒服 更不舒服 喔 了解 可是那中醫會叫人家冰敷嗎 也會啊 一般中醫不是都是用那個什麼 熱熱的 熱帶 對不對 對 我們吃冰的傷身體耶 對 所以這麼不能冰敷 沒有叫你吃下去 好老實話 腹栽完異就好了 中醫都說不可以吃冰會過寒 對 吃冰會太寒 可是冰敷身體不會寒嗎 所以冰敷是比較現代醫學的理論 然後中醫也拿來用啊 因為你紅腫熱痛 這代表血管擴張 讓它稍微收縮一點 它就比較不會再腫起來 所以它比較不會腫 就像開完刀 是不是也要先冰敷 前三天先冰敷 然後之後再熱敷 沒錯 OK 接下來第二題 拉傷 扭傷 消腫之後 才能夠熱敷 對不對 我剛剛有講喔 為什麼 老陳 你跟別人不一樣 有些應該說急性期過了 你在很痛的時候 很腫的時候 在前24小時先冰敷 讓它不要繼續腫大 那過了有的過24小時 過了48小時沒有繼續腫大了 你就要用熱敷了 讓它消得比較快 可是我要怎麼知道 它沒有繼續腫大了 其實用時間來看最準啊 喔齁 對一般24到48小時 大概兩天後 你這樣用熱敷 一般比較不會有問題 喔齁 不然有些那種腳踝扭傷 它可能會腫到兩個禮拜 到三個禮拜 那這樣子就不能熱敷了啊 還是要熱敷 因為急性期 大概只有前面兩天左右 比較嚴重而已 喔真的喔 對過了以後還是盡量用熱敷 讓它活血化育比較快一點 喔齁 好 史醫師 其實你要不要打老陳 哈哈哈 不可以打我的臉喔 他說的是對的嗎 沒錯沒錯 一般的原則是大概 受傷後的三天之內 可以冰敷 三天之後可以冷熱交替 冷熱交替 哎呦 史醫師也來這一套 我很大喔 那通常來講啦 大概七天之後 我們就會建議 轉換到熱敷為主 那有一個方法可以判斷說 是冰敷還是熱敷比較適合 對 有一位老師教我說 如果你摸這邊 跟摸旁邊的感覺 覺得這邊比較熱 受傷的地方比較熱的時候 就繼續冰敷 受傷的地方比較熱 繼續冰敷 如果你覺得溫度差不多了 都一樣 那就開始熱敷 哎呦 這也是個好方法耶 完全不知道耶 真的 不然我們一般都想說 今天到底第幾天了 對 這裡都還要倒數 不知道到底要熱敷還是冰敷 對 真的 好學到了 接下來下一題請問 拉傷扭傷冰敷時 要壓住冰敷的部位 對不對 請舉牌 要壓住 難為答 難為答 真的難為答 欸 欸 我會不會太確定了 不是 你不壓住 它冰得到嗎 如果放著也是冰得到啊 沒有 因為假如說這裡好了 然後你放著 可是旁邊怎麼辦 對 那你是不是應該把它綁起來 或者是什麼 那也算是壓住的一部分嘛 對不對 對啊 那叫綁起來啊 綁起來也是 沒有 沒有 抓你的腳尖嘛 那為什麼你覺得 老陳 為什麼你覺得 太多狀況了 我覺得光以壓住這個來講 你那麼痛 你壓那麼用力也是很痛 更痛 也對 當然有時候你 又有出血點的時候 你也是要加壓止血啊 所以並不是每一個狀況都適合 直接那麼用力的去壓 對 所以像如果我老公現在有開刀 他有一點傷口 所以他冰敷的時候稍微的壓住 讓他加壓止血是可以的 但如果有傷口你用力去壓 搞不好傷口就爆掉 對啊 又更痛也不行啊 真的喔 對啊 所以應該適度就好了啊 有敷到我覺得就夠了 就夠了 所以實施師也是 沒錯 一樣的考慮 例如說有些人 有一些腳環扭傷 其實嚴重會骨折耶 這個時候你再去壓 對啊 就是有一些比較罕見的情況 可能不適合壓啦 不然一般的扭傷其實是OK的 是沒有問題 可是我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每次冰敷的時候啊 我都不知道他到底要冰到什麼樣的程度 就是冰到我都已經快要凍傷了 到底是要怎麼樣啊 基本上要包毛巾你知道吧 要包毛巾 可是我冰了就是 他到底要多久 我就是要到他很冰嗎 對 一天要冰多久 才會有效 大原則 大原則 每次20分鐘 就拿起來 就休息囉 休息多久 就休息 就不做 然後一天做個四五次 當然也有些人會建議說 你拿掉之後 休息一個 比如說一個小時之後 再冰一次 對 然後一天做個四五次 哦 了解 所以要冰多久 還有一個方法可以判斷是說 如果你冰下去 覺得麻麻了 怎麼看麻麻 就是你指甲錯一下 覺得好像只有被壓到的感覺 好 沒有那種刺刺的感覺 對 差不多了 哦 哦 了解 好 所以冰敷還是很重要啦 不要想說 冰敷就是要越冰 越容易好 沒有這樣子的 好 接下來下一題 請問 馬上將拉伤的部位 抬高過於心臟 可以防止腫脹 對不對 請舉牌 三位都超厲害的 雨昕 好像很好 因為你好 對 沒有 只是我剛好偷看他 哈哈哈 所以在中醫也有這樣子的概念嗎 對啊 其實就是那個壓力高度的觀念啊 像有時候出血也是舉過心臟 就比較不會出血嘛 對 那你會扭到 那如果是腳拉伤 要躺著然後過於心臟 躺著 躺著 要躺在沙發上 要放在那個桌子上面就好了 哦 了解 所以實一實 這樣是沒錯的 對對對 一定要過於心臟 我以為都是只要止血過於心臟 因為為什麼會腫脹 因為腫脹代表他裡面有點出血啊 所以跟你流到外面 跟留在裡面 障礙裡面是一樣的意思 就已經 血已經跑出血管了 了解 那我再問一下實醫師 如果他已經腫脹了 然後我這樣再拉高 有用嗎 有用啊 真的喔 這樣也有用 拉伤除了出血之外 他會有些組織液 對 所以他會水腫 對 那怎麼樣讓水腫 回到血管裡面呢 水往低處流嘛 對 你就讓他變高處 他就往低處流 就往低處流了 OK 好 我們來看一下留言 也歡迎粉粉們 趕快線上提問喔 好 那個佳勳說 扁平足的人 比較會扭傷或拉傷嗎 思考特醫師 一般那種拐到腳踝的不一定 但是扁平足確實很容易 足底筋膜炎啊 足底筋膜炎啊 或者是就是韌帶發炎啊 肌腱發炎 蠻多的 那那個扁平足是不是比較容易跌倒 走路 是不會啦 會喔 我想說 有喔 很多人這麼說喔 他們說扁平足很容易就是 比較容易站不穩 很容易跌倒 是不是扮有一點內八 不確定 有一點扮內八才容易 對 所以他這樣子是會容易拉傷 會有一些比較慢性的 重複使用的傷害 至於那種急性的扭傷 還好 那他這樣子有沒有辦法處理 譬如說 讓他盡量不要 容易拉傷 例如說 我們鞋子就要選擇 比較有支撐力的鞋子 甚至可以做一個鞋墊 墊在足弓 給他一點支撐 喔 想辦法改變他的這個扁平的問題 喔 了解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 他們都說網路不給你 現在還卡嗎 不卡了 帥峰說不卡了 好 然後接下來例如說 扭傷跟拉傷到底差在哪裡 一般我們真的也比較不會分辨 扭傷是因為用扭轉的力量 扭傷 拉傷是用拉的嗎 是這樣嗎 我覺得這兩個可能是比較俗稱 那在醫學上我們在意的是 你受傷的部位是哪裡 例如是肌肉受傷呢 肌肉拉傷嗎 還是你的韌帶拉傷嗎 還是你的肌腱拉傷嗎 可是這樣很難耶 這個一定是醫生才能判斷啦 自己可能不適合判斷 喔真的喔 所以只要是 如果譬如說他知道有拉傷 多久一定要看醫生 如果你通常拉傷這個東西 是不會危及性命啦 對 但是他可能會讓你痛得不能走 或者是另外一種情況 是痛得很久都不好 對 那這兩種情況就適合找醫生 趕快幫你處理一下 但是很久是多久 有的人可能可以撐半年以上耶 這樣不太適合嗎 太會忍了 太會忍了 有的人真的很會忍 反正一下下沒有感覺就好 過了就好 對不對 當然醫生的立場 我們是希望大家這樣 都會給我們檢查一下嘛 看一下沒有問題 再回家慢慢就休息 了解 那通常啦 受傷一個地方 如果一個禮拜之後還是很痛 應該要看 就要看醫生了 好OK 有一個原則啦 就是你扭傷拉傷 嚴重到你發現有瘀青 或是有漸血了 盡量還是定得看醫生 就一定要看醫生 對 那如果只是瘀青呢 如果比如說 一般撞到的瘀青比較沒關係 比較沒關係 但是我之前有個病人他就 我記得很像踢足球還幹嘛的 然後運動人家跑太快 整個後面肌肉就拉傷 一來的時候 拉傷會 會瘀血嗎 會啊他就出血啊 也會瘀血啊 那嚴重一點有時候 自己把自己肌肉扯斷了都會看 對 所以他有一個拉傷就很痛 他根本沒辦法走 那個一定要看啊 天啊 那個還不看醫生就慘了 那個就出血 他來看已經一片都黑的 對 那就已經裡面出血 就一定要看了 了解 OK 好 大家多注意 接下來下一題 請問 拉傷扭傷後造成的疼痛 可以用針灸來截緩 對不對 請舉牌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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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陳 怎麼不好好講對啊 咦 實考特醫師 也覺得針灸有用 你自己也會嗎 我不是中醫的專家 但是我知道 WHO世界衛生組織 還有建議一系列針灸的適應症 這些問題適合針灸 包括了拉傷扭傷 哇 真的 所以老陳 對啊 古中醫也是有現代人在 對 也會拉傷嘛 對不對 其實我知道有很多復健科醫師 也有 是 沒錯 學過針灸 對 他們有時候在臨床上 有幫病人用 對 但是針灸 可以真的去治療嗎 因為我們要看急性期 如果說真的腫脹非常厲害 我們有時候會先放血 放血 因為血會激在裡面 會更嚴重 真的整個壓力太大 你其他那些循環變得很不好 那些廢物根本帶不出去 所以它腫上會消得特別慢 所以我們幫他把壓力稍微釋放一下 它整個循環好會消得更快 那它放血不是 你這樣放下去之後 它會用噴的出來嗎 沒有 它抽好多個 沒有 嚴重啊 是不是抽好多個 對 會抽好多個洞 它抽好多個洞 欸 你講得好像你有試過 我有看過 可是因為我本身沒有體會過 就是我扭上它一針 然後就好像沒事了 對 對 所以我印象中好像 那我不覺得 你沒試過 但是我有看過人家放血 就是在腫上腳踝啊什麼 它就兜兜兜兜兜兜兜 然後就一個血豬血豬 全部都賣了 對 血就滲出來 那有時候壓力釋放痛就減輕 那剛剛講說不管扭傷 大家算我們用針灸 然後去夾電 可以讓它局部的肌肉 比較放鬆一點 對 比較不會那麼緊繃 那如果是推拿呢 喔 推拿就要小心了 中醫有在推拿嗎 一般不是都是民俗療法 才有在推拿 其實推拿這個東西 以前叫中醫商科啦 那因為因 就歷史的典故 前人種下一些因 導致我們現在變成說 中醫商科 除了醫師親自操作以外 不能由助理來操作 所以現在就有點分開 以前的助理 可能就變成現在的推拿師 對 那中醫師也可以親自操作 但現在做的人比較少了 對 可能比較累 因為比較累 那因為很多人 剛才醫師說 因為比較累 醫生也會受傷 對 醫生也會受傷 真的喔 因為畢竟我們比較柔弱一點 比較柔弱咧 最近碰不少喔 哪裡來的柔弱 哪有 肚子又小 剛剛走進來 褲子差點掉了 少來 太會講了耶 所以很多人會說 是不是揉得越痛越好 對 像我扭傷了這個地方很痛 很多人就會習慣說 我把這邊揉開就好 對啊 更痛 更發炎 對 所以不能揉 不能揉痛點 不能揉痛點 對 我們很 紅腫熱痛的時候 解決的方式就是 讓他儘快把那些發炎物質帶走 促進他的循環 所以我們一般在做是 上下 他的上下把它疏通 對 那這一點盡量不要去碰 你說疏通 但是不要去揉你的痛點 對 不要去揉那個痛點 喔 了解 可是有很多媽媽 就是小孩子腳一扭傷 然後他就說 我幫你推一推 幫你喬一喬 自己喬耶 這樣是不是很危險 尤其他那邊已經受傷 搞不好已經有些粗血 或是組織液 滲出來特別多 你要硬去揉他 他就腫得更厲害 腫得更厲害 對 所以不要自己亂喬啦 對 好 接下來下一題請問 做家事之前 也要先暖身 才不會肌肉痠痛 對不對 請舉牌 三個人三種答案 雨昕你是不做家事對不對 不是 不是 你有看過 哪一個媽媽在做家事 是寫在那邊拉筋的 我跟你講 就是因為所有的媽媽 做家事都不拉筋 所以會腰痠背痛 唉唷 因為我前兩天也才剛做完家事 腰痠痠 所以我可以確認的 是不是思考特醫師 我覺得一個是要看 是什麼樣的家事 如果你的家事會搬很重的東西 做一些很粗重的工作 要 所以要暖身 但是如果是拿那種 比如說輕便的拖把 在那邊走來走去的 那個屬於輕便的拖把 走來走去 急性 沒有擦過地板 有啦 怎麼會覺得輕便的拖把呢 而且它是走來走去喔 走來走去 不是有那種吸塵的紙有沒有 貼上去 哦 清塵拖把 這個是不用力的拖把 哦 了解 那當然如果粗重的話 可能是需要暖身啦 不過一般我們認為做家事 是屬於 比較輕度的活動 對 所以比較輕度的活動 需要暖身嗎 應該是不需要啦 應該是不需要 可是像我上次 擦地板 因為我是掃地板 我都要彎腰 可是腰就很痠耶 所以陳醫師 這樣子應該也算是造成 架式的傷害 那個比較不一定耶 真的喔 因為有時候 你可能最近真的很累 那搞不好你 平常用腰的機會 就很多了 你要多加了這個負擔上去 可能受傷的機會 就比較高 但有沒有機會暖身 我倒不一定覺得有機會 但你做完 要休息之前 一定要讓你的肌肉 緩和放鬆 我覺得這比你暖身 還要更重要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做完家事 要再暖身一下 對 尤其你看說今天 今天做的家事 到底哪些 有些擦玻璃 對 一直做這個動作 手很痠 你有可能那個 就變網球肘 對 那這個肌肉 就要把它放鬆 對 那今天把它拉長放鬆以後 那你就會比較舒服 對 後面就比較不會痠痛或是受傷 沒錯沒錯 好 OK 我們再來看一下網友的留言 那個帥峰說 睡覺醒來 下背痠痛 是什麼原因呢 好長這樣子耶 真的假的喔 好長這樣子耶 怎麼會這樣 是因為睡太熟沒有動吧 哈哈哈 而且真的是下背 然後就是莫名其妙 我也不知道睡覺我到底做了些什麼東西 對啊 到底做什麼東西怎麼會痠痛 對啊 到底怎麼會這樣子啊 對 為什麼呢 沒有啊 有時候要看你的床的支撐力 是不是不適合你的體重 沒錯 有時候你平躺 就你的腰是懸空的 因為床太硬了 那也不行啊 那床太軟了 你整個人就陷下去 你翻身非常吃力 那也不行啊 那為什麼 有些老人家都說睡木板床 比較不會腰痠背痛 這是因為老人家 脊椎常有的一個問題 叫脊椎狹窄 就是那個脊髓走的路線很狹窄 他們會覺得彎腰駝背比較舒服 所以有些老人家彎腰駝背 倒不是因為他老了 而是因為他覺得這個姿勢比較舒服 所以他們睡木板床就是因為這樣子睡嗎 有可能是因為這樣子 他們覺得這樣的姿勢 比較符合他這個症狀 對 那他症狀比較舒服 可是這樣就很容易駝背啊 是不是 但是畢竟他是一個脊椎狹窄的問題 造成他不舒服 所以真正可能還是要靠一些 譬如說 膚健啊 生治手術來改善 了解 倒沒有辦法靠改變床 好 OK 好我們再來看一下 然後 林威英 林娜 是不是 他說 所以瘀青也要放血嗎 瘀青可以放血啊 瘀青可以放血 要看嚴重程度啊 如果輕微的瘀青 其實就不要再去破壞他 對 稍微熱膚他慢慢就散掉了 可是瘀青真的很難好 至少要兩三個禮拜 因為 他一開始是綠色對不對 對 慢慢變紫色 然後接下來就會變黃色 黃綠色 很久很久 你如果去摸他 發現中間還有個硬塊 一顆的 一顆東西在那邊 那種一定要去把它揉開 或是熱膚把它揉開 因為久了以後有可能會纖維化 真的啊 對 我不知道這樣講對不對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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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放空 我在想說一塊東西是什麼 所以那一塊算是 淤血機在裡面 對 一般都是出血點啊 對 我之前看過報答 他講說有一些組織液啊 它凝結在那邊 對 有些人如果太久沒有把它刪掉 它叫做纖維化 就一個硬塊永遠也刪不掉 甚至有時候會蓋化 對 蓋化 真的喔 有一種情況是 譬如說足球員特別常見的 他們大腿的前側很容易被人家踢到啊 反正就是重擊撞到嘛 對 他們就淤血一大塊 然後呢 這個淤血的地方就慢慢蓋化 對 原本是肌肉的地方啊 X光一照看起來 好像變成白白的像骨頭一樣 對 這個名詞 我們好像叫做肌肉骨化症 哇 真的喔 不過這是一個比較少見的問題啦 對 聽起來很驚悚 但是一般人倒是不用特別擔心 了解 那所以如果只要有淤血 是不是就可以熱服 讓它淤血趕快散掉 也是即興起過去之後 也就是你覺得這個地方沒有再紅腫熱痛了 至少它的溫度要跟旁邊一樣 才比較適合熱服 喔 了解也一樣 OK好接下來下一題 請問 泡澡可以舒緩作家式引起的酸痛 對不對 請舉牌 欸我想這應該都對吧 其實你也會提倡人家暴走嗎 因為那就是一種熱服的概念 對 所以做家式是可以的 對 因為有時候酸痛就是乳酸堆積嘛 那你循環好了 它乳酸散得比較快 隔天起來比較不會酸痛 就會比較好了對不對 對 好接下來呢 剛剛說了 酸痛 拉傷 扭傷 很多媽媽都會希望說 唉唷 趕快快速就是 師父打一下 就好啊 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們待會也請醫師來舉牌 幫我們回答一下 到底有沒有用市面上的貼布 白白種 到底該怎麼選 拉傷扭傷 閃到腰 是不是都有不同的貼布 OK 好接下來請問 酸痛貼布不能減緩肌肉受傷的痛 對不對 請舉牌 肌肉受傷的痛 唉 兩位醫師都覺得是差 雨昕 但是我覺得這個題目有點奇怪 怎麼說 不是因為酸痛貼布 因為我之前去日本逛街的時候 逛逛逛逛好一點 腳好痠 我買休足時間一貼就好了 真的那是因為你太累 可是那 即使你不貼隔天也會好 我沒有隔天不會好 隔天不會好 是嗎 真的隔天不會好 我就是沒有想說 沒貼看看 隔天超酸的耶 真的 可是貼了那個就好啦 隔天就 就沒事我可以繼續走很遠耶 所以它到底是不是 到底怎麼回事 思考這個意思 貼布一般來講原理分為兩大種 對 一種是用吸藥的成分 它其實就是我們口服的止痛藥 對 只是它把它抹在那個布上 所以變成局部治療 局部送藥給藥這樣子 所以它只是止緩它的痛 解緩它的痛 它就是消炎止痛藥 它有抗發炎 了解 也有止痛的作用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如果有消炎止痛的 就可以舒緩肌肉受傷的痛 其實疼痛的問題 貼這樣的藥布幾乎都會有效 都會有效對不對 對 因為我前陣子就是因為 那個閃到腰 馬上禮拜 我還要跟老陳說 喔 我閃到腰不舒服 我是硬主持 然後呢 我當天閃到腰我就貼貼布 隔天的白天 真的就好很多了 對 不蓋你 真的 身體都好厲害好不好 好啦 接下來下一題 請問 落枕是頸部的拉傷 所以治症痛的貼布沒有效 對不對 請舉牌 喔 喔 落枕喔 欸 可是很多落枕的人 也會貼貼布欸 欸 思考到醫師覺得不對 我們有三個答案了 我們有三個答案 為什麼 陳醫師 因為落枕 以我們中醫來看 他有時候他的頸椎那邊 會有一些筋結的地方 對 有時候把那個筋結打開 他痛就好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要筋結打開 是不是要用熱敷 或者是推 急性體當然不能熱敷 但有時候你自己去摸 發現有個陰陰的地方 那你就稍微 把那個肌肉稍微拉鬆一點 對 就是說頭轉一轉 可是他真的開了就好了 那你說到底 酸痛貼布能不能止痛 一定可以止痛啊 對 所以你很不舒服的貼下去 一定會有效 對 你痛一定可以減輕一些 那雨昕你有 你自己有落枕過嗎 當然有落枕過 但是我每一次落枕都是 用盡各種方法 就是到最後 什麼方法 就是沒有 我也會上網查 就是到底落枕 怎麼樣最快可以解鎖 有人就說 假如說你是右邊 然後人的身體就是對角線 所以你一定要左邊怎麼樣 拉起來還是什麼之類的 就是中醫 因為人是對角線 什麼之類的 可是我每次弄都沒有用 好 那我就來試試貼布 貼布會 當下會 可以讓你轉比較多 可是他還是落枕啊 對 然後 沒有完全好 你也不能去那種 啪啪啪啪啪啪那種 你也不能去轉那個頭啊 民俗療法不知道有沒有用 對 所以 到最後我每一次落枕的 最後結局就是 等一個禮拜讓他自己好 就只能這樣子 他就會自己好了嗎 那陳醫師 民俗療法落枕有用嗎 像我們比較不建議 隨便就去 像有的不是會這樣 給你頭這樣 啪啪啪 因為頸椎真的很危險 你如果真的 肌嘴有受傷 或是神經有受損 那你可能下半身就有問題了 那我們在做這個也都很小心 那如果確定他的骨頭都很健全的 要是一點點卡到的話 我們用一些手法是會把它鬆開 鬆開就好 盡量不要說很用力的去板它 對 那為什麼是考特醫師 其實我跟陳醫師的看法一樣 只是我覺得 對啊就是 如同剛才講的嘛 一般的西藥的貼布 都有消炎脂痛的效果 貼上去當然會舒服一點 那還有另外一種 剛才沒講到的 有一些貼布是用薄荷素啊 辣椒素啊 這會貼的會酸酸 涼亮的 涼亮的 對對對 那它其實是有一點把你的注意力轉移 就是有點像比如說 我們被蚊子咬到的時候 就它會在那邊用指甲空 它有點把你的注意力轉移掉 所以也還是會舒服一點 比如說它沒有把你根本的問題 例如說肌肉拉傷 肌肉筋環的問題解決掉 但它確實是有一點舒緩的效果 了解是可以舒緩的 好接下來請問 貼著痠痛貼布睡覺 可能會引起皮膚過敏 對不對 請舉牌 欸 你們都覺得會 可是我都貼著睡覺 怎麼會這樣子 石高特律師 不能貼著睡嗎 就是一般的貼布 大概都是六小時 有些最長的到十二小時 那如果睡覺剛好是這段期間的話 其實還可以接受啦 對 不過因為我們實在看過太多太多病人 貼貼布過敏的 但是我記得有看過一個阿婆 她就是因為退化性的問題 就是很痛很痛 她就一直貼 一直貼 貼到皮膚都潰爛了 她等於是沒有間斷的貼 對不對 因為她就真的很痛 所以她要靠那個 但是她又會過敏 所以她還要換地方貼 整片都爛掉 那這樣怎麼辦 貼布其實還是不能長期貼 對不對 因為畢竟她有消炎 如果有消炎的成分的話 對啊 有些人對那個藥物過敏 那你就是不適合貼那個 喔 了解 好 貼貼布還是要看狀況啦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網友的留言 好 那個 例如說 落枕眉看醫生 會不會有後遺症呢 陳醫師 有些那個經節真的太久了 有了久了以後 你累的時候就容易頭痛 偏頭痛 那就是你一邊的筋比較緊嘛 對 影響到它的循環 然後像這種其實 很多都是落枕引起的 當你說真的落枕會不會到以後 真的 眼歪嘴斜什麼 那個到還不至於 還不至於 所以一些細微的筋結 還在比較麻煩 但適時的拉拉筋 我覺得是可以的 對 很多落枕其實自己把 後面斜方肌拉鬆 對 放鬆一點其實就好 所以像有些人是說 譬如說 右手把左側這樣往下壓 這樣是可以的 對也可以 但以不劇烈疼痛的範圍為限 如果真的已經 到已經很痛了 你就那個範圍到了 開始痛了 你就這個範圍就好了 好 不要硬要去拉 了解 不過剛剛雨昕講那個 對色那個我覺得蠻有道理 因為我們 總有一個門派 也說我們在做這件事情 對 像說右上肩疼痛 你可以去按摩它的左腰 左邊什麼字 對 左下腰 斜對腳 對 斜也有這個說法 因為人體是兩個十字架 肩線跟腰線 中間脊椎 那你這邊痛 你脊椎一定要歪掉 對 來平衡 變成你斜對腳這邊會痛 真的喔 所以就是把這邊解開 這邊就好了 就好了 所以是相對角就對了 好 OK我們再來看一下 齁 那個家勳很可愛喔 他說痠痛貼布 有沒有地方不能貼 我想重要的部位 應該不能貼吧 思考他意思 有沒有哪個地方不能貼 如果那邊痛要看那邊的醫生 不要自己亂貼 應該沒有地方不能貼吧 黏膜的地方不要貼 黏膜的你都會黏膜 口腔啊 眼睛啊 貼布沒有人在貼口腔的吧 就是對啊 應該不會吧 應該不會吧 OK 毛髮多的地方不要貼 不然啊那小腿呢 小腿肌肉痠痛 一撕下來全部毛髮全貼 頭痛貼頭有沒有 這就不能貼啊 喔對啦 頭髮也不能貼 那我想問一下思考特醫師 貼布你建議一天可以貼幾次 我這個非常的看那個貼布耶 例如說有些貼布 他會建議一天兩次 對 那也有一些會跟你講說 六個小時一包 所以一天這樣算起來就四次 還是要看那個藥品的訪單 喔了解 就是看上面包裝指示 對一定要看 一定要看 好OK 好接下來下一題請問 吃止痛藥又貼酸痛貼布 會影響肝臟的功能 對不對 請舉牌 這麼嚴重 肝臟的功能 欸 三個答案都很一致喔 陳醫師 因為剛剛講過有些 酸痛貼布它的成分就是 止痛藥的成分 對 止痛藥不是傷肝就是傷腎嘛 對 但是止痛藥你如果短期貼 它全身的吸收率並沒有那麼高 對 所以還好 像有些人如果說慢性病 可能一貼就一年兩年的 那就真的一定要小心 了解 所以如果同時不是說很長的話 是沒有關係的 沒有關係 思考特醫師也是這麼覺得 一模一樣 所以不要長期就好 對不對 好OK 接下來下一題請問 酸痛噴霧劑 沒有辦法減緩拉傷當下的疼痛 對不對 請舉牌 酸痛噴霧劑 呃 雨昕 你有用過 不是啊 拉傷當下不是應該噴那個 冰冰的那種 嘶 那是 我不知道那怎麼講 對 噴劑是冰的 是不是有薄荷的那個 對 就是因為我看很多運動場上 像打足球啊什麼之類的 他們一受傷 那個救護員是 立刻噴那個嘶 然後冰冰的 對啊 是不是冰霧的概念呢 對 有一種是 它就是用高壓的氣體 去製造一個冰霧的效果 哦 那個本身就有冰的效果 但那不是酸痛噴霧對不對 對 那不是酸痛噴霧 是冰涼的 但是另外一種 它是在裡面有加那個薄荷素的成分 所以噴起來會涼涼的 這是兩種不一樣的東西 哦 了解 那中醫會有酸痛噴霧這種東西嗎 噴霧也有啊 中醫也有酸痛噴霧 所以最古老在幫人家推拿不就叫yousay嗎 對 可以用一些藥 進一些藥材然後去推 那後來有人做成產品就是酸痛的一些噴霧 所以中醫也有酸痛貼布對不對 有啊不然200年前的以前大家酸痛怎麼辦 真的 對啊 哇好酷喔 來 酸痛藥膏欸 其實我覺得 酸痛藥膏跟酸痛貼布 是不是一樣呢 為什麼 史醫師你換答案 看到 我眼睛很來的 沒有啦 因為我想到啊 我們醫院最常開的一種酸痛藥膏 對 它的訪單其實建議一天三到四次 所以不一定嘛 那有一些藥膏可能建議就是一天兩次 這我不敢講 那我們醫院其實可以三四次沒關係 對所以跟酸痛貼布是一樣的嘛 沒錯 你一定要看上面的那個注記嘛 對不對 不能亂擦啦 還是一定都要看 好接下來請問 大面肌的塗抹酸痛藥膏 可能引發藥物中毒對不對 請舉牌 這麼嚴重喔 大面肌 三位都覺得是三角形 陳醫師 因為其實我沒有仔細去酸過啊 但是我知道那一罐 就算一罐酸痛的藥膏 你可能還不到幾顆藥的藥量 對 加上你精疲吸收 它的比例又降低了 所以你就算一天擦個一條兩條 搞不好還沒有一顆藥的那個藥效 來得多對不對 對來得多 那你如果一天都擦一條 你去擦個一個月 我想也會出問題啊 哈哈哈 那雨昕會擦嗎 我會擦 你會擦這種酸痛藥膏嗎 會 而且剛剛那一題 他就說一天不能擦超過兩次 可是我覺得 大面積 不是我身邊的朋友 只要是他不涼不熱了就再擦啦 不是都這樣子嗎 所以他是沒有看時間的 對啊 可是重點我也沒怎樣啊 他就好咧 唉唷 不要輕鬱他喔 不要這樣啊 思考特醫師他會怎樣 不會 沒錯像陳醫師講的一樣 那個劑量通常都很小很小 對 就算你把它拿來當身體乳液擦好了 哈哈哈哈 有人會這樣嗎 理論上有可能會中毒 但實際上真的沒看過 真的沒看過 因為他只是局部的吸收 不會到你全身的吸收嘛 對啊 那會不會導致局部的地方 可能藥物中毒呢 是不會到中毒 不至於啦 不過有一個情況 就是說我們吃止痛藥 或抹止痛藥啊 它都是消炎的成分 對 但是其實消炎啊 是對傷口恢復啊 組織恢復是有幫助的 是有幫助 所以如果我們強力的抑制這些消炎的反應 發炎的反應的話 它反而會讓你組織長不好 喔 真的假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不介意太常擦 就當下很痛的時候 用沒問題 對 但是如果你一直吃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 當然會讓你這個地方長不好 喔真的喔 所以還是不能亂擦欸 不要長期使用 不要長期使用 都不介意長期使用 對 好我們再來看一下網友的留言 小如說 他說有的藥膏擦了會過敏 是嗎 是因為皮膚跟貼布一樣 其實口服的止痛藥 就很多人過敏了 那把它做成藥膏藥布 也會很多人過敏 也是會有很多人過敏 沒錯 那如果譬如說像很多 像我兒子 如果他有異味性皮膚炎啊 他是不是就不適合貼 貼布或擦那種藥膏 在那個皮膚炎的地方不適合 那如果沒有皮膚炎的地方 可以擦嗎 應該是可以 但是就是觀察他有沒有出現 一些皮膚的狀況 沒有的話就可以 了解 皮膚比較敏感的要多注意 我們再來看一下 Winnie說 我還以為你要念上面那一個 我還以為你要念上面那一個 謝謝美文 你人真好 送你香瑋一個 好 Winnie說 酸痛藥膏一定要配合 推拿效力更好 是不是陳醫師 酸痛藥膏去擦最痛的那個 那個點 但你要推還是剛講那個原則 不要去推痛點 對 去推他上下 肌肉上下的地方 把肌肉稍微放鬆 讓他循環好了 那痛點就會比較減輕 對 可是有人說 推痛點 你才能把它推暈開 沒有 那是到非常非常後期以後 像說有些瘀血在那邊真的散不掉 對 你才要去熱膚去推 那在急性期真的已經發炎很痛了 你趕快推上下就好了 了解 OK 好 然後 疑陳說 還有哪種按摩膏可以當酸痛藥膏用 按摩膏可以當酸痛藥膏用嗎 不行吧 因為一般的按摩膏它只是涼涼的 我知道有些那種賣 就精油的產品 對 它有出一些酸痛的膏 但裡面也是精油 所以它並沒有消炎的成分 它不是真的西醫的消炎 不是傳統的消炎的成分 但它是精油的成分 那有一點消炎的作用 但是那個可以長期使用嗎 那個喔 對啊 它沒有消炎 我覺得它那是以香氛讓你放鬆 比較多 對 因為它裡面還是有放一些薄荷 所以你差點會涼涼的 對 大概就這些成分 那薄荷可以長期使用嗎 有那個叫什麼 殘痘症的人不要用 薄荷殘症的人不能使用 然後兩歲以下的小孩不要用 那如果平常的話應該還好 應該就還好 好我們再來看一下 家勳說要怎麼挑 酸痛藥膏或貼布呢 試一試 那如果你來看醫生 我們就開給你了 哈哈哈哈 那如果一般人 譬如說他 閃到腰啊 拉傷扭傷啊 要怎麼挑 其實真的沒有一定耶 因為各家其實都配方不太一樣 對 用的藥也不太一樣 我覺得其實找到自己喜歡的 就OK了 真的 而且藥布這麼多 你也不曉得哪一個貼了 你可能會過敏或什麼 是啊是啊 也都不一定啦 還是要試 我可以問一下 因為有些藥貼的是熱的 然後有些貼的是冷的 對 我要怎麼選 它有差嗎 就是它的藥效 對 貼了會熱的通常是辣椒素 就真的是我們吃的那個辣椒做的 真的假的 對 那那個貼了 它有一點止痛的效果 辣椒有止痛的效果 沒錯沒錯 是因為讓你麻痹嗎 沒錯 哎唷 天啊 就是這樣子 美麗又智慧 哈哈 開玩笑的啦 它會讓你的痛覺 曾經麻痹掉 真的 所以就不痛了 所以就跟薄荷一樣 它會轉移你的注意力 對可以這樣說 可以這樣說 對不對 所以兩種都有效 都可以 看自己喜歡這樣 對 看自己喜歡 哦 瞭解 一般我們在用 我們會把它分成說 即興期貼涼的 對 那種慢性痠痛 你可以貼熱的 它會比較促進循環 哦 瞭解 那貼布它的機器也會不一樣 有些那種 就傳統那種乾的 沙龍帆斯那一種的 對 那現在近幾年有出一些吸部 對 就外面軟軟的 你要再貼 貼成紙那一個 對 如果比較容易過敏 就要用吸部這一類的 哦 懂 傳統那種膠會比較容易過敏 水性的那一種 對 比較水性的 比較不會過敏 對 比較不會過敏 OK 好 那剛剛有說 拉傷扭傷 像我是一個運動愛好者 我根本是沒有辦法停下來的 到底你拉傷扭傷 能不能運動呢 好 我想這次大家應該都有疑問啦 好 也請三位幫我舉牌 請問 肌肉受傷感到疼痛的時候 就不要繼續再運動了 對不對 請舉牌 來 欸 欸 好啦 那我換了 欸 欸 好 我先讓雨昕回答 為什麼雨昕你覺得中間 因為我 平常我在健身 對 你健身完當然是會有 一點肌肉的 尤其你操很久的時候 肌肉一定會痠痛 對 那我是有聽教練說 你會痠痛 除了乳酸堆積之外 是你的肌肉有 稍微的撕裂傷 稍微的 但是它是會讓你 就是你之後再長 長得更大 會越來越大的 喔真的喔 所以當然說你已經很痠痛了 不要再瘋狂的 但是你微微的 應該我覺得還是可以 可是我之前啊 也有長 之前運動完之後 吹剃腿有沒有 可是教練就跟我講說 你剃腿隔天越要動 對 他說你越不動 你就會越剃腿 對你剃腿再動 就會好了 對 這到底是真的假的 假的跟你說的 思考可以學 這點是真的 真的假的 為什麼 可是他已經在痠痛啊 你還繼續去操他 他不會受傷嗎 當然如果痠痛到 例如說 比如說重訓的人 痠痛隔天做 就是那個歪歪扭扭的 讓你的姿勢都跑掉了 那不要繼續做 那如果一點點 那你覺得你的強度啊 什麼不會差太多 還是可以做 還是可以做 盡力而為對不對 那請問一下 如果肌肉已經受傷的人 他要休息多久才可以繼續運動 這個大 這個大了嗎 真的很難回答 就是 當然如果很輕微的話 對 那可能一個禮拜 就只要不痛了 其實就可以回去了 不痛了就可以了 但是有一些肌肉撕裂 其實會很嚴重 像陳醫師講的 甚至會淤血 他真的有裂開的 對 尤其運動員 很容易一再復發 那他可能就需要一個月兩個月 甚至更久的時間 所以這還是要看個案來判斷 其實你應該不太運動吧 我有運動 你有運動 所以你也有這樣的情況過嗎 像一陣子沒動以後 像我幾月啊 就七月底 你看你說你一陣子沒動 忘記了 忘記了 還是有點動 打完球也是痠痛了兩個禮拜 因為太久沒有運動了 那如果你痠痛 你還會再繼續打嗎 就不會啊 因為根本連走路都有問題 怎麼走 所以你休息了兩個禮拜才動 到底要休息多久 真的很難說 你說像那時候王建銘只是跑壘 腳有點拐到 他休息幾個月 對啊 真的 要看受傷的程度 看程度 如果自己 不 就是還是很痛 你就不要勉強自己 好那如果你覺得 已經沒有痛感了 你去運動也OK啊 對不對 等一下我要譴責一下那位粉絲 唉唷 怎麼了 幾乎每個禮拜都有看 為什麼我們只有講思考退醫師 壓述是不是 他說思考退醫師真的很帥 而且他流好幾次了 他流好幾次了 他真的假的 對 天啊 他一出來就叫他老公 我想說他在叫水 真的 他叫他老公 真的 你一直以為他在叫他自己的老公 他怎麼可能 對啊 思考退醫師 我太太在旁邊 不要 完蛋了 該不會是小山 回去啊我退算牌 退算牌 好啦 我們拉開一下我們陳志佳也是很帥的啊 對啊 雖然真的思考退醫師比較帥啦 好啦 接下來請三位再繼續舉牌 請問 運動的時候總是同一個部位受傷 表示姿勢錯誤對不對 請舉牌 來 為什麼思考退醫師是中間 這不是 但很多人是這樣的原因 沒錯啦 但是例如說啊 有些運動員 他年輕的時候訓練有一個傷 對 大部分的職業運動員姿勢都很正確嘛 都有教練在幫他看著 可是只要受過傷的地方 很容易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受傷 因為身體的組織有個特性 就是雖然他可以修復 但是他往往沒有辦法恢復到百分之百 可能打個八折 七折這樣子 所以這個地方就變成他最弱的點 對 要受傷很容易就從這個點受傷 從那裡開始受傷 即使姿勢正確也還是無法避免 那怎麼辦 所以他就必須要很小心控制去能量 這個也是一個很深的學問 那如果像運動員如果真的扭傷了 他以後未來從那個地方就很容易受傷 所以要很積極的復健 對 好可憐喔 天哪 你幹嘛看我 你在運動 你今天表情好生動喔 真的喔 我每天都很生動好不好 好 接下來下一題 請問 運動後持續痠痛一個禮拜好不了 就是受傷了對不對 請舉牌 陳醫師 你猶豫了 因為如果說只是一般那種乳酸堆積的痠痛 運動過度的痠痛 我覺得倒不一定真的有受傷 可是運動堆積的乳酸 不見得會超過一個禮拜 差不多兩三天 藍天 緊繃三天 沒有有時候 沒有等你到我們這個年紀你就知道 對不起 對不起 到我們這個年紀 到我們這個年紀 太50了沒有 所以跟年紀也有關 對 或者說他真的慣用這個腹位的肌肉 用很多很多 他真的肌肉疲乏 或者說肌肉很容易累 對 然後他又代謝比較慢 那些乳酸真的排不掉的 對 結果可能會比較久 對啊 因為我覺得超過一個禮拜 有點扯 對 以你的經驗是不是也是這樣 我的經驗是運動的 今天運動 然後隔第二天 對 是最痠的 然後再二三 第三天過後 就差不多可以慢慢退掉了 可是那是不是因為你常常在運動 沒有沒有 我覺得不是耶 不是 正常人大概三到四天就差不多了 對 就會退掉 石考特醫師請解答 雨昕很專業 唉唷 雨昕很專業喔 老陳不專業 不要 不要握我們 好啦 開玩笑的啦 好 石考特醫師請說 這個運動後的痠痛叫做 延遲性的肌肉痠痛 對 它有個特性就是說 運動當下休息之後 其實還好 對 但是二十四小時之後 會開始發作 通常一兩天的時候 會痛到不行 對 然後三四天之後就開始慢慢下降了 很少很少 會超過一個禮拜 對 所以如果超過一個禮拜 就代表它那個地方已經受傷了 必須要看醫生嗎 當然很久不運動的人 突然去跑個馬拉松 有可能會超過一個禮拜啦 但是很少很少 所以我會認為說 一天之內就痠痛了 或者是一個禮拜之後 還在痠痛的 可能是有問題 好 謝謝老公 今天完蛋了 大嫂在旁邊 好 你叫一個大嫂 好啦 Yusa說 Yasu說 腰傷的人 能不能做重訓 是考特醫師 這是一個好問題耶 看情況 可是重訓不是都要力量嗎 腰已經受傷了 你再去負重會不會更嚴重 例如說假設單純的肌肉拉傷 好 這當然也是很老人的 背痛的問題嘛 但是我們會有一個一個階段的 背痛的復健 對 可能一開始先做一些伸展的運動 漸漸的我們會做一些 小小的肌力 那復健到後期 甚至會給你用一些重量 對 所以其實背痛的人 有些還是適合做的 所以復健也會有重量訓練喔 會啊 會啊 真的喔 因為我還沒說過復健 改天老公也教我們一下啊 哈哈 哈哈 那是不是要 是不是要急性期過了才能做哪些 沒錯啊 當然一開始都是做比較和緩的啦 對 但是之後慢慢進步的 是適合做的 對 好OK 好接下來 呃 婉婷說 腳踝有受過傷之後 會有後遺症嗎 陳醫師 那有些他 那個腳板那邊就會凸一塊啊 他有一些容易 扭傷的那隻腳 很容易再次扭傷 那我不知道這個說法是我們正確 我是看過一篇報導 他講說 你在身體不平衡的狀況下 你受過傷那隻腳會先伸出來 對 保護健康的那隻腳 真的假的 對你扭過上那隻很容易再扭傷 就像你打球上了一下來 歪掉了 那你受過傷那隻就會伸下來保護 好應用的這樣行為喔 對 那我的確看過這樣的報導 真的假的 那如果說腳踝受傷的話 針灸有用嗎 針灸可以啊 可以 是會有幫助的 針灸我們還要再做一些副位的動作 像有一些 我看過最嚴重的 他的整個 像腳這個樣子對不對 對 他的腳板已經整個歪成這樣 本來腳板應該這樣嘛 他變這樣 他就打籃球下來踩到對手的腳 對 整個腳就翻掉 而且那個病人很可愛 在我們時期的時候 他堅持不去西醫喔 他說要等到中醫開門 可能他禮拜一大早八點半就有人在那邊躺著等我們了 嗯 要招我們主任 要招我們主任副位 我們就三個人 一個人拉腳 兩個人幫他拉腳踝 對 然後往下拉下去板回來 然後就回去了 好痛喔 而且那個人很高 很高大概一百八十幾 所以我們拉的真的非常辛苦 哇真的好痛喔 對 所以我們要再夾著一些副位的動作 一些微小粗位小骨頭 把它慢慢調回去 喔 他復原就比較快 喔好可怕喔 所以還是要注意了好不好 走路也是一樣 呃 婉婷說 拉傷會抽筋嗎 思考特醫師 拉傷之後 拉傷會容易抽筋嗎 呃 腳 他說的應該是腳吧 呃 我不知道欸 不知道什麼意思 不過拉傷之後肌肉會比較緊繃 對 但應該不至於說我們那種半夜抽筋的那種 應該是不會到那麼劇烈 喔 了解 好 好 那個 宜辰說帥哥醫生 可以教教我們一些怎麼喬扭傷或拉傷的方法嗎 自己喬 自己喬 醫生應該沒有辦法教你自己喬 太危險了 太危險了 好不好 盡量不要自己喬啦 如果真的很不舒服 就要看醫生啦 好不好 中醫西醫都可以 都可以 好 接下來下一題請問 肌肉痠痛的時候做運動更容易拉傷或扭傷 對不對 請舉牌 雨昕也覺得對 陳醫師也覺得對 只有思考特醫師不一樣 雨昕 如果你痠痛 會嗎 就是當你痠 就是你不舒服的時候 如果你再去做超過你能負荷的動作的話 其實你會為了不想讓它那麼痠 你會用別的錯誤的力量 我懂 變成你可能就是很挺腰啊 或者是哪裡不對方 而你其他部位會受傷 我懂 所以思考特醫師 為什麼你是三角形 就是跟醫生一模一樣的 就如果說一點點的痠痛 你還可以維持正確的姿勢的話 那沒問題 就沒問題 但是如果已經歪歪斜斜的 就用你平常不一樣的姿勢在運動 那就不行了 那就完全不OK了 了解 好接下來下一題請問 熱膚搭配按摩 可以預防運動後的痠痛 對不對 請舉牌 三位都覺得對喔 熱膚搭配按摩 陳醫師 尤其有運動過後 盡量把自己 自己把肌肉稍微放鬆一點 要怎麼按摩呢 其實這樣還是 還是不要再痛點 就像你剛剛說的 要由末端往中心來按 對大方向大概這個樣子 但是每個肌肉的方向還是不太一樣 剛剛講的時候很多人都會熱身 都忘記做緩和的動作 你是說做完之後要放鬆一下 對要收操 你要把用過的肌肉拉緊的地方 再把它放鬆一點 回去要稍微熱膚按摩一下 就比較不會痠痛 雨昕自己會熱膚按摩嗎 我會用泡澡的方式 泡澡 對那因為真的有些地方你是按不到的 所以腿部啊什麼的 肌肉很深層 很深層 對那這個時候我就直接就 大家聽到會抬腿 對就是人家是說會把血液 不要一直往腳裡衝之類的 就是讓他血液稍微回來一點 你就不會腫啊壓力這麼大之類的 好那思考特醫師熱膚加按摩 都可以是可以的 現在有一個東西叫做滾筒 筋膜放出的滾筒 我知道我有用過 是不是在身上這樣子灌來過去的 哇那好痛喔 那有些自己捏不到的地方 蠻適合用那個的 喔真的喔 可是那不便宜耶 看嘛 這不是重點嗎 這不是重點嗎 這不是重點 不便宜我們買不起 我知道還有有些復健科 如果你真的覺得他太貴的話 可以用網球 對 對 然後是你可以貼著牆壁滾 對 而且有那種按摩球啊 比網球還要再硬一點點 那個力道更深 喔了解 那如果是運動後的痠痛 是不是也可以搭配熱膚跟按摩 可以 也是可以 像小腿肚啦 可以啊 肩頸都可以對不對 不過剛剛有人 就你老婆問說 哈哈哈哈 運動後不是要冰和筒嗎 嘿嘿嘿嘿 大家互相嫌合 不是你很注意耶 對 你很注意耶 因為我們看那種投完棒球 不是下去馬上冰帶就敷著嗎 對 對那有些人就會疑問說 那到底冰膚還是熱膚比較好 一開始不是都要冰膚嗎 不知道 我知道以前的理論是冰膚嘛 現在是不是又有一些不同的說法 其實棒球選手是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 對 就是他的力量 真的很大 是超出大家想像 他可以投這麼快的球 對 所以其實他都是超出身體負荷能力的 所以 在他投完球的當下 他的肌肉 他的肌肩 都是處在一個腫脹發炎的情況 對 所以如果是這樣 是要熱膚還是冰膚 是要冰膚 冰膚嗎 他等於是受傷了 所以為什麼說棒球選手到了後期 都一定會有一些傷 都要去開刀 就是因為他做的這個運動 算是一個極限運動 他其實久了之後 身體都會受不了 就像那個路跑 你常常在路跑 沒錯 膝蓋也很容易受損 所以他才要冰膚 了解 所以要冰膚 那我們一般的運動應該還是熱膚 一般的應該不會到這個程度 對 極限運動才有可能 好 接下來下一題 請問 有氧運動 可以減緩運動後的肌肉痠痛 對不對 請舉牌 有氧運動 例如跑步 做有氧 嗯 思考特醫師覺得是對的 陳醫師你應該不會做有氧吧 有氧運動 你是亂舉的吧 一般的走路啊 就那種比較緩和的運動 走路就算有氧 對或是快手啊 哦 也會舒緩嗎 就比較偏舒緩的 所以語心你也覺得是有用的 你平常會這樣做嗎 因為 我其實是有點疑問 但是我 我是覺得 有氧是不是讓身體的氧氣比較多 因為如果我們做無氧就是這樣 一直搭拳的 那個真的就會很痠 對 但有氧它可能就沒有那麼的 瞬間讓你爆發力 對 它可能就會比較好一點 我也在想說它是不是促進血液循環 沒錯沒錯 所以讓你的那個酸痛可以減緩 這是傳統的觀念 那最近開始有一點受到挑戰 那有些人又認為說就是運動本身啊 對 它就有一點止痛的效果 不是都說什麼運動會發明腦內肥嗎 會讓你覺得快樂 對 現在也有些人認為說 是不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然後你覺得原本的酸痛比較好 哦 因為它讓你快樂了 可能兩種疼 就像你讓我們的粉絲快樂一樣 哈哈哈哈 那如果說啊 因為剛剛說是有氧嘛 那慢跑也可以 跳繩算不算 因為這兩種運動啊 其實它都算是跳躍的運動有沒有 對 跑步的時候我們都永遠都只有一隻腳著地 它兩個都算是跳躍的運動 對 所以會覺得它比較強烈一點點 對 可能 如果說一般人的話 就是沒有運動得很輕的人的話 或許可以和緩一點的 用走路的 例如說用走路的 對 或者是騎腳踏車慢慢的騎 所以跳繩還是不太適合 因為太過激烈嗎 因為它算是對骨骼啊韌帶啊 比較負重 負荷比較重一點點 比較重一點 對 了解 好我們再來看一下粉粉的留言 那個例如說 它有氧運動也會痠痛 所以也是要靠有氧運動來減緩嗎 實考上去 真的假的 可是它已經有氧痠痛了 還要再做有氧 但是就是做緩和一點的嘛 甚至我知道就是有些跑步選手啊 他在跑完的隔天 他會做一個叫做 英文叫recovery run 就是說他是做一個舒緩的跑 他跑很短 跑很慢 但是他是希望可以從這個短短的中間 獲得恢復力 所以其實是有這種事情 所以是可以的 而且選手常常在做這種事情 了解 好那我想問一下那個陳醫師 很多人在問說市面上有一些磁力貼 有用嗎 是跟那個中醫的那個穴道 那個一樣嗎 對 它其實有點針對刺激穴道的作用 對 像我們一個肌肉 像這個肌肉痠痛 我們可以慢慢去找到最痠痛的點 就貼那個點就好了 就貼那個點 對 所以是有用的 會有用 那它的磁力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我都一直覺得說那個真的有效嗎 磁力有沒有效我倒不知道 但是說你貼一個東西下去 它有一個點在那邊 你可以去按摩它 那我隨便貼一個石頭也可以啊 也可以啊 唉唷 像我們有時候 我隨便說雙點也說可以 當然磁力有它的效果可能真的有 但是這個我不知道 我不敢講 我懂 像我們有時候貼耳豆啊 耳針 就用那個網路流行紙 對 就一個小種子貼在那邊 你去按刺激它也會有效 所以你的意思說 即使我貼一顆米粒 對 對不對 因為米粒夠硬或綠豆 對 是不是也是可以 然後我就這樣按摩 稍微按一下 也是可以刺激它 嗯 又學到了 就不用買了 哈哈哈 好省錢啊 對 好省錢喔 這就是我的初衷啊 但是也要貼對穴位 對 貼對地方 那時候到時候再請那個陳醫師來教我們大家 今天也非常謝謝三位的分享 也謝謝大家收看喔 那下個禮拜一也歡迎大家準時收看 9點鐘的TALKER吧 帥哥醫生 下禮拜見啦 拜拜 拜拜 謝謝三位 欸運動傷害真的好可怕